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 一个不想当魔术师的主持人 不是一个好的画家 王群克在画坛驰骋这么多年 凭的就是两个字 才华 就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这一幅 从设计构思到今天创作完成 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 一会儿呢 就要在课堂上 给同学们好好地讲一讲 好的同学们啊 上堂课呢 我们讲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 有位伟大的画家 叫做Leonardo 达芬奇 这个Leonardo 达芬奇呢 有一幅著名的画叫做 Mona Lisa Mona Lisa 老师花了十年的时间 努力地去学习去临摹 终于可以画的 跟圆画一模一样 接下来呢 给各位同学们展示一下 老师的作品 Leonardo的达芬奇 诶 情况这是你画的啊 买的 任何艺术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重点是今天这堂课 老师要给你们讲 对颜色的敏感度 比如说啊 我随便拿起一个色块 我就知道 她一定是 萌娜丽莎的眼睛 我做的脸不太一样 不过都没关系 注意看 注意看看 看起来不是眼睛对吧 但只要清晰的就要晃一下 这会变成萌奘一下的眼睛 对这幅画里多么的熟悉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内 不要笑 有什么好笑的 接下来我们随堂考试 不想上来考试的请举手 化妆那位 来来来 站这儿 就考考你 看到这些色块了吗 随便拿出去借来 是不是每块都不一样 我只给你看一次的机会 是不是每块都不一样 好 丢起来就好了 这样 我把它弄乱 弄乱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记住了吗 我要你拼这一块 看能不能拼得到 瞬间 闭上眼睛 头扭过去 摸一块 不改了吗 就将记住你的期末成绩 哇 这么厉害